他们不是来玩的 我带那团是他们来学学这个技术 花了不少钱了 来学这个技术 他看他们这里怎么研发 怎么养那个雕属 怎么种植咖啡 怎么让它吃 怎么让它 拉 怎么去消毒 怎么去烘焙这个咖啡 学整个技术 听说我一去他们研发用你们台湾的那个柜机把 果子梨 有没有研发成功 我是不晓得 我那团带了八天 带他们 我现场能不能做翻译 越南的那个泰国搞那个大象咖啡 我那个收成比较多 大坨 对啊 机上的讲是可以 听起来是很可怕 他们完全没有味道 他们很 那个没有那个臭味的 而且很特别的这个香味 因为他说这个咖啡有名还有越南有名的腰果 越南有名的腰果 不便宜啊 你要买便宜的话呢 我跟你讲话呢 不是假的 你们台湾新闻也在报道 我不晓得你们都在看 越南现在我们买东西 我们都要买那个有 大一点的 有商标的 有厂牌的 信用度比较好 因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越南曾经打过越战 跟美军打越战 有没有 新闻有报道的 没错啦 哎 就是在打越战的时候 美军在越南的 战场上面 然后呢 撒了那个落叶鸡 他们叫做 低欧星毒素 然后呢 他要把那个农舟弄死 因为他要断他们解放军的粮道 你士兵打仗要吃粮嘛 我把他弄死 还有 躲在丛林里面的 我就把那个树木弄死 因为游击站 游击队都躲在树林里面 让人没有长生之所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种毒素存在 土壤里面 他会拖延到五十年 六十年 种出来的东西 吃了会 伤害到人的身体 会导致癌症 会让人家 落胎 或是生在这小孩子 畸形怪胎 但是你们台湾的新闻报导是这样 越南的农产品都是这样 如果真的这样子 我们全越南九千三百万人口 都是变成怪胎 你们台湾的那个报导不用负责任的 你们那个美景 有不是没有 是某一个在战区 而且他们现在越南的这个农产品 尤其是要做外销 要做出口的 一定要经过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在越南的 他们的农产品检验过 他们叫做 低忧性检验 所以在这里的话东西会分 我们买的话我们会到一些找一些 比如说超商 大一点的 然后那个 大卖 大卖场那些 我们买的那种的话呢 他们的产牌 有产牌的都有经过 检验过的 路边 你想想你买便宜的 路边买 做shop 那个一样 还是那句话 那个买了 带回台湾送给你朋友 你讨厌的朋友 还是你常常对你学学两个老公 给他吃 自己的话要买好一点 越南的妖果有名 你们 刚才有人问说 要买妖果 刚才想要在那边买 我说你不要买 为什么 休息在那里面休息而已 你刚停车的时候 有叫你下去买东西吗 我没有 完全我没有鼓励你 我就跟你讲来上个厕所 买个咖啡来喝 就这样而已 但是我不能说叫你不要买 哦 党人财路 犹如杀人护母 那个休息在那里 观光地区嘛 他有时候卖一些东西 会比较贵一点 但是他东西品质是不错的 那个你要买一些 妖果咖啡那些 过两天 我们给你们介绍 其实因为本身 我们旅行社的话 有固定长期配合的 一些厂商 因为我们知道 游客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会提供这些服务 我们带到车上来工商服务 让你们试试 你觉得OK 没问题 可以跟我们骂 品质方面 可以给你百分之两百的保证 随时可以找我们算账 找熊市这个找到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熊市固定的 配合的地界设 所以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给 推荐的一些产品 都会负上责任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所以今天才第一天的 你那么急干什么 刚才有人就在问我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买 难道我在那边跟你讲说不要买 我讲不要买 等一下我被人家打死 对不对 以后我跟你讲 你要问我这句话 我告诉你 我们来做 先做一个暗号 如果你问我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买 我跟你讲好 你就是不能买 我跟你讲好好好 少三次的话 OK可以 你就记得这样就好了 以后的话 每次你问我 我跟你讲好 OK 站在这等于不是不能买 你不要只 有些个人还会跟我讲 他讲好 就是说不能买 我现在就这样讲 OK